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复发集团在新竹光谱重画区的竹克岳阳预售大罗案 自2017年11月正式公开以来 销售持续畅旺 据了解 过去三个月热卖超过50户 现已接近完销 本案规划24到25平两房 与37到38平三房 由海岳广告机构包销 推估成交单价约26到27万 总销约百亿 近千户的总量体不到一年半时间 即告尾声 表现亮眼 紧接着由新复发关系企业润农建设 在同样地段推出竹克润龙预售大罗案 由新复发销售团队自售 由于总户数多达1047户 总销近百亿 因此延续前座2到3房为主力 进一步压低两房权状平至23点多平 并祭出最低588万起买两房 888万起买三房的低总价策略 换算单价约仅25万起 本案于今年3月10号 于外接待前销 开卖至今推估成交破百户 新竹福林重画区虽紧邻空军基地 噪音与航道限制 却为阻挡消费者购物意愿 力保机构建议建设 三代陈述电梯偷天案全新完工 本案由商周广告机构包销 规划58到60平 一楼抽库停车 一车位产品 总户数42户 总销约6亿 销售期月1年 目前已剩各位数字 推估零路成交价约在1580万左右 社区户则在1500万上下 嘉义建设嘉义大讯电梯偷天案 为福林重画区指标案 规划74到95平 一楼车库停车 2到3车位产品 另有63到66平无电梯产品 本案由建商自售 总销约12亿 开案至今将近一年 一二期总户数66户 去划平顺 推估销售成数过半 现阶段三期也已经开动 即可销售 成交价位方面 推估标准电梯户约在2000万左右 标准无电梯户约在1800万上下 进一步分析 三代陈述原本为无电梯偷天产品 建商修改为电梯偷天后 牺牲掉一个停车位 因此本案总价 虽远低于嘉义大讯 而凸显其价格优势 但仍流失不少双车位客群 导致销售期拉长 至于嘉义大讯 则以5到6米主流面宽 吸引市区消费者 而且产品种类较为丰富多元 只是价位高出三代陈述许多 外观立面也较为传统 因此两件案 并不在同一个竞争集聚上 新竹金雅重画区 在接连几笔建案如 宝福剧《成真》 《红博》《时光》 《之光》与《月光》热销后 去年下半年接续登场的 嘉新新天地 新未来与嘉华和雅 表现却不如预期 没有出现新案蜜月期 研判两案表现欠佳 并非市场来人降低 而是产品定位 评述规划 与品牌效应 在本区特别明显所导致 嘉新建设新天地大楼案 目前为结构中 由美其格广告机构包销 规划26-37坪 2-3房 总户数73户 总销约6.5亿 推估成交单价约23万起 另一结构中建案 新未来 也由同一家代销负责 规划26-39坪 2-3房 总户数84户 总销约6.9亿 嘉华建设和雅大楼案 目前也在结构中 由新高创广告机构包销 规划27-36坪 2-3房 总户数69户 总销约5.8亿 推估成交单价约23万起 金牙重划区从第2-3季开始 将进入全新一轮竞争 包括竹性建设 新加华机构 樱花建设 宽景建设 家定建设 以及复原建设等建商 都将进场销售 预期会再度炒热本区房市 不过 金牙业者最大的竞争者 并非来自于同区个案 而是隔壁 国泰荷兰村社区旁的 盘龙三预售大楼案 本案为都庚案 由金望宏实业投资新建 金兆威广告机构包销 规划28-57屏 2-4房 总户数188户 由于本案尚未公开 因此推估成交单价约28万左右 推估总销超过20亿 盘龙三以都庚案的姿态进场 近200户高层建筑大型社区 拥有更开阔的视野景观 更丰富的休闲设施 以及高档次的建材设备 对照金牙区内 普遍不足百户的推案 预料将吸纳不少 原鼠疫金牙的购物族群 后续发展 值得关注 持续进入盛夏 新竹南辽房市也来到传统销售旺季 包括赋予机构与昌劫建设等预售大楼案 都即将粉末登场 赋予机构预售大楼案 由来自台中的方圆广告包柜 规划22-32坪 2-3房 总户数90户 总销约6亿 开价约22万起 推估成交单价破2字头 昌劫建设预售大楼案 由权力实业包销 规划30多到40多坪 3-4房 总户数110户 总销约10亿 推估开价约23万起 推估成交单价也是破2字头 赋予机构与昌劫建设皆为单价破2字头新案 两案几乎同时进场 预料对南辽县有一字头 再销建案将产生抬轿效应 新竹县方面 竹北水龙重画区近年推案不间断 再销建案包括 上城 新希望 世纪城 绿光森林22期 以及新时代 其中 世纪城与新希望进入倒数玩销阶段 上城与绿光森林22期持续销售中 新时代则为全新公开 世纪城由加泰建设投资新建 华为广告包销 推估有机会于今年第二季左右玩销 本案规划27-40坪 2-3房 总户数318户 总销约28亿 推估成交单价从预售阶段的约18万 到目前的20万 若以本案近两年的销售周期 加上媒体曝光频率 整体成绩还算差强人意 新时代为新竹建设近西西望之后 全新推出的预售大楼案 由新高创广告机构包销 规划28-42坪 2-3房 总户数513户 总销约42亿 广告户588万起 换算单价约21万起 为目前雪龙重划区预售大楼案 单价最高的建案 新时代从今年初开案至今 推估成交近百户 在周边同业低价竞争下 还能开出如此成绩 已算是相当难得 值得一提的是 位居县至三崎 绿能公园旁 锦铃水龙重划区的 近PARK大楼案 现已全新完工 本案由总仪建设投资新建 东方红广告机构销售 规划27-52坪 2房与3加1房 总户数229户 总销约14亿 近PARK的销售 历经预售阶段的公园院 结构体阶段的Green Park 到现在的橙屋阶段 代销团队换了三手 研判之前的销售抗性 并非本案小环境与规划设计所造成 而是社区连外出入洞线 较不直觉的关系 目前本案周来克达到两位数 反应不错 推估成交端价约21.5万起 除了上述新案之外 包括竹北丰益520预售大楼案 竹北黄浦云顶预售大楼案 新丰春福机构预售偷天家大楼案 宝山有先家园预售偷天案 以及各大小不一新推案等 都构筑未来第三季 甚至第四季的新竹房市风貌 住宅周报评估 从推案户数超过3000户 与总销金额超过300亿来看 今年第二季堪称新竹近5年以来推案新高 而且第三四季 酝酿登场的新案也在蠢蠢欲动 虽然买戏强劲 支撑卖方信心 但是局部地区供应量暴增 加上从去年第四季到今年第一季 投资客已扫过一轮 尚未转手出货的压力仍然存在 因此有关今年底 房市买戏由盛转衰的顾虑 绝不宜掉以轻心 今天的关键报告就为你介绍到这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按赞加订阅 想免费咨询任何建案问题 请加入铸州LineAid 我们下次见